战神轰6K挂载着神秘导弹亮相 是不是中国版的匕首呢 美军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本期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战神轰6K挂载着神秘导弹亮相 最近将在珠海举办的我国第14届行展 很是热闹 吸引了不少军迷朋友的高度关注 其中大家讨论很多的是近日将在珠海航展上亮相的 解放军轰6K轰炸机 轰6K是一款被誉为空中战神的国产轰炸机 是在轰6基础上大幅改进的 具备远程奔西 大规模对地出击 以及防径外精确打击等能力 特别是我解放军重要的空中进攻力量之一 轰6K自列转以来 解放军空军也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 先后完成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 南海常态化战斗巡逻 东海防空识别区警戒巡逻和海空联合演习等任务 出色的完成了实验 也正因如此 轰6K轰炸机早就被诸多军迷朋友所熟知了 既然如此 为何轰6K此次珠海亮相会受到军迷朋友的广泛关注和议论纷纷呢 原来是此次亮相的轰6K是在机翼下方挂载着两枚神秘的导弹 之所以说是神秘的导弹是因为根据照片显示 轰6K机翼下挂载的导弹是此前从未公开的新型导弹 从导弹造型上来看 应用了双锥体构型 颇有俄军匕首高超音速武器的意思 基于此 很多朋友开始猜测 认为这会不会是中国版的匕首呢 不得不说 从这款导弹的外观 也就是双锥体弹头 再结合近几年我国井喷式发展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来看 其确实有可能是中国版的匕首 众所周知 俄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具备2000多公里的射程 可以刺透各类的防空系统 在俄乌冲突期间 俄空军米格31K战斗机 携载着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对乌克兰重要目标的精确打击 也让国际社会真正见识到了这款武器的威力 不过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尽管这款神秘导弹和俄罗斯的匕首导弹非常相似 但绝不是仿制匕首的 从图片上能够明显看出 这枚神秘导弹的型号为2PZD-21 与匕首导弹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弹头上 匕首的弹头是一段曲线 而我们这款2PZD-21导弹的弹头是一段折线 虽然只是一些细微的差距 但对于高超导弹来说 这些差距能使导弹性能差别很大 再者来说 自主研发一直是我国军事发展的关键词 也是我国应对外部势力极限打压的底气 不过说到这里 我检方军为何会在这个时间节点 让战神轰6K携带这种神秘导弹 亮相珠海航展呢 这是不是在释放什么信号 毕竟美国近段时间以来 对我国的打压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不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我们进行打压 在军事层面呢 美国可谓是已经做好了同我国大打一仗的准备 从美国军方透露的消息看 美军于近段时间先后在我国周边 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 先是在日本部署能够用于监视我国沿海 掌握我检缝军动向的无人机侦察部队 随后呢 又相继在关岛澳大利亚等部署了战略轰炸机 而且不仅部署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越来越多 其危险性也是越来越大 从B1B轰炸机再到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B52战略轰炸机 对我国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与此我红6K此时挂载新型导弹亮相 客观上也是在向相关外部势力发出打消霍心的有力信号 对此美军务必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了 好各位网友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